这是我头发就是正常的样子 大家有些人说很像底克牛仔 其实我也觉得蛮像的 早上好 先从护肤开始做起 脸现在好干啊感觉 白雀灵的幻颜美容液 我一般会用三蹦的样子 那其实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之前 前两天嘛 在那个Valgary那个药妆店 买的一些就是平价的彩妆 最近那个White and Wild 他们家那个粉底液不是特别火吗 我想哪上这样的粉底液 但是他们家那个粉底液 我的色号我在好几家店里面都找不到 我就问七八糟买了一堆其他的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实测 然后用完水以后 我会用这个神仙水 这个神仙水真的超级臭 真的就是那种 就是口水味 用完以后就是感觉就是皮肤会稳定一些 我不知道就是干性皮肤用下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搭起来 最后呢我会用这个 这个金发 这个乳液真的超级好用的 波尔顿现在还是很干 而且特别冷 我每天出门还是得穿加拿大了 这款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润而不腻 基本上每天脑汗就是水清爬和乳液 我都说我都不涂眼霜 我今天就不太想涂眼霜 然后接下来呢 Milani他们家这个primer 昨天用了一下效果超级好 就一整天下来都不泛油 荧光的这种珠光感 就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就用到你的那个T区容易出油的地方 然后用我的美妆蛋 拿水已经浸透过了 大家看这款 嗯 涂得再近一点 是不是没有什么毛孔的感觉 然后我会用我的粉底液 Dior的这个Air Flash 反正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 因为我粉底液 我喜欢用的特别轻薄的那种 嗯 撕下 超级超级的轻薄 保证每个嘎啦拐角都被抹到 遮一下霜 这个是美宝莲的Fit Me系列 现在像不像花猫 我最近长了很多就这个东西 这个水泡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吃水果吃太少还是怎样 四起皮肤的长 知道了小伙伴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弹幕中告诉我 这到底是咋回事 脸上有一点点痘印 像这块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遮瑕膏遮一下 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我每一次用一个刷子之前 把它在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湿的 这种paper towel上面擦一下 就变得很干净 我今天用的这刷膏是CPB的 这个 用我的散粉来定妆 一大饼 大家看一下 彩色的粉哦 特别的轻薄 大家就是在上散粉铺的时候 不要忘记给你眼皮上面也上一点 好了这个真的是一级棒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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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好接下来呢 我就要化妆了 都是平价产品 我一般化妆我会先化眉毛 Milani他们家的这个眉粉 通常我在使用眉粉之前会先用眉笔 Hourglass的 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所以我想把它先用完 稍微手一点不太对称 好等会儿 总是再修复一下 接下来呢 就要使用这个眉粉 1 给大家先看一下他们家这个东西很可爱 这个眉夹 你可以修眉形 小小的这个海绵棒 还有一个眉刷 用这个 染眉棒 1和2 我会把这两个颜色综合一下 Hourglass 这个眉粉 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好看 上色力 我觉得很明显 第一笔就明显能感觉 你的这个眉毛的颜色有变浅 很多人都说他们家的这款highlight 超级好用 所以我想先把这个highlight 放在我的眉鼓部分 就我都用它的工具好了 还是用这个 湿的 有点点湿的这种paper towel 上面蹭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真的很好取 有没有 很好细 弄两下 这就好了 把这个highlight 放到我的眉鼓部分 我天哪 这个上色力也太好了吧 已经好到我觉得 我稍微画一下好像就有点画多了的感觉 看到了吗 粉质非常的细腻 再来画一下眼影 Wet and Well的738颜色 非常期待它的效果 现在跟大家一起把它拆开 密封性超好 简直就 它就不想让我把这个撕开来用的感觉 卸下来了 像这种盘子呢 这边是一组 这边是一组 比如说两个配色 边会画的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红色 想看看它这个的粉质 以及它这个的显色度是怎么样的 嗯 适色适色 我昨天买了两个刷子 一个是眼影的晕染刷 还有一个这个是撒红的刷子 那这个眼影的晕染刷 现在就可以用得到了 先用Tarte的这样一个刷 然后进行第一步的这个眼部的打底 多余的这个颜色的这个粉刷下来 用这个 接下来呢 我会用我之前在淘宝上面买的这个刷子 再来选择第二个颜色呢 对后眼窝进行打底 接下来再使用这一款 Wet and Well它自己的这个晕染刷呢 眼影的连接处呢 把它颜色晕染开来 会让你的眼影呢 整个显得自然一些 再把这个C色 在整个眼尾呢 进行加重的晕染 Oh my god 我的肚子在叫 好饿啊 最后呢 再使用这个最深的颜色 加重眼尾 然后再一次呢 进行晕染 Wet and Well它这个刷子 晕染的程度非常非常好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刷子 但它完全没有出现掉毛的现象 这个刷子它是两块五 非常的超值 再来画下眼瞼 我会把这两个颜色 进行混合 画在我下眼瞼的后三分之一处 最后呢 再用这个颜色 进行眼角的提亮 我应该会直接用手 这个就是眼影部分 接下来我要画眼线 今天这个眼线呢 我还是使用的是 我之前一直一直在用的 这个Steela的这个防水眼线笔 目前来说我用过的最最最好用的眼线笔 我想只涂半个眼线 从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 开始画这个眼线 再来涂睫毛膏 今天用的是欧莱雅的 欧莱雅的这款呢 是Laura送给我的 她跟我说这款特别特别特别好用 你看就是在这个眼尾这个部分 停了多时间稍微长一点 我尽量的往上走 按照这种 Z字形往上走 大家看一眼这个睫毛膏的这个效果 这个是涂了睫毛膏的 给着眼睛线打好多 就是因为这个睫毛膏的这个妙啊 基本上不怎么晕染 这个是两个眼镜 涂完睫毛膏的样子 涂完睫毛膏通常呢 我会再检查一下我的眼线 右边的这个眼线稍微补一点点 接下来呢 我会使用 White Mouth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749A这个颜色 对焦 好对上 刷子是我之前 2fit的那个修容 它盘子里面带的一个刷子 沾去一点点 一定要少亮多次 这边因为自然的 就有阴影 因为这边没有光 然后这边有光 所以这边修容完了以后 感觉还没有这边的阴影明显 我自己在那个镜子里面能看出来 感觉我的这个脸有小一圈 可能镜头前 你只有涂得很重的时候 你才能看出来 接下来涂一下腮红 腮红呢 我会用我买的这个 White Mouth的这个刷子来试一下 这个刷毛超级舒服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舒服 基本上不掉毛 而且它这个刷子 这块有个缝口 所以说你手可以把它这转着 腮红呢今天就用Dior的这一款 001 Pidol 之前是给大家在暗用品里面推荐过 轻轻的刷一下 这个抓粉能力还不错 把它弹一弹 接下来呢我要用高光 高光呢我想用的是刚才那个霉粉 它带的那个高光 我的霉粉 我的霉粉 我的霉粉不见了 今天会用的是这个霉粉 它这个里面带的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真的很好用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 很有光泽感有没有 还有鼻子 我发现我忘记画鼻影了 我现在画鼻影 鼻影呢我今天我想就是把这一个盆子看 它到底能画到我脸上的多少区域 Brow 2 这个颜色来画我的鼻影 鼻影也已经画好了 最后要用的是我们的唇膏 有买三个唇膏 我简直要疯了 我找到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找不到了 在我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他们 Milani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74号 我觉得特别好看 这个呢是25号 特别像那种梅紫色 第三个呢是Wet and Well 他们家买的913C 这个感觉要比这两块要creamy一点 今天呢要不然我就来试一下 这个深一点的Wet and Well 我怎么觉得这个颜色 和那个double dare那么像啊 好啦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妆容部分 啊终于画完了 我现在这个马上就没垫了 所以我要说的快点 我马上要出门 等会给大家看 我要这个手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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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呃 相机先充一下垫 然后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聊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妆的妆感 对对对 忘了喷喷雾了 来用的是这个smashbox 好 好 让他再来吸一下这个水 这个就是现在的妆感 然后看看他今天这一天的妆感怎么样 等一下见喽 换了个衣服 今天这个衣住店 小小的性感 今天呢不是特别冷 但也没有很热 看一下有没有卖卫生金的 现在是4点46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妆 没有做任何的补妆 这块有一点点小小的酸油 现在先喝一个拿体面 眼睛的话也没有什么脱妆的部分 我已经吃完饭了 正在躺在沙发上面 肯定是 现在把那个隐形眼镜卸了 卸眼镜之前再录一段 下一段就是10小时前了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妆 哇有点出油了 特别是你看这儿有点点油 但怎么感觉有种越油越美丽的感觉 给大家悄悄看一眼我看的是什么 星云质 好像挺老了吧这个电视剧 对给大家看下这个嘴巴 从早上到现在 我刚才吃了猪蹄什么的 啃的乱七八糟的 但是它这个还有就是一些颜色在上面 很喜欢 评价才是有好东西的有没有 好我现在去把隐形卸 然后睡觉前再给大家最后再看 次今天的这个妆感 bye bye 等一下见 对焦 请来对我 ok 现在是晚上的9点23 看 再给大家看最后一次 凑进来 这块有一点点暗沉了 就是鼻头这一块 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呢 也开始粉油啦 但是无所谓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对吧 如果你晚上要出门的话 你就稍微补一点蜜粉啊 就可以 眼睛不粉 因为我现眼却实在不看见 也没有怎么化妆的样子 然后嘴 真的一天我就只涂了早上那一次 然后就再也没有涂过 效果超级棒的 终于到了晚上了 我要把我的头发取下来 哇 这是我头发就是 嗯 就是正常的样子啊 大家有些人说很像底克牛仔 其实我也觉得蛮像的 然后呢 没想到在睡觉之前 还能收到一个包裹 真的超开心的 我猜应该是亚米的 结果没想到 就真的是他们的 啊 美国亚米王 其实我本来就只是想 就买零食吃的 结果 就买了这么一大箱 给大家小小的 睡觉之前开一下箱 当当 把块扎起来了 这样有没有看着利索很多 Hello 来自仓库的一个墨西哥大叔 很像明信片有没有 打开了以后 包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应该买了很多很多的吃的 啊 这个是樱桃爷爷牛炸糖 这个我真的超想吃的 因为前两天我在那个微博上面看到有那个博主 在推荐这个 说这个超级好吃 我现在就打开一个吃好不好 因为我每次来姨妈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想吃甜的 昨天饭 也是快睡觉之前吧 我跟我男朋友说 好好想吃甜的呀 他说家里面只有咸的没有甜的 我那会特别难过 这个是蔓越莓味的 啊 好吃的话要给大家安利 我超爱吃牛炸糖 超级无敌世界爱吃 是这样啊 没想到我睡觉之前能吃上牛炸糖 太开心了能看见吗 好 我不管你们能不能看 奶酸味这种 而且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那种牛炸糖 特别有嚼劲 我之前在台湾有交换过半年 我在台湾就吃过非常多的牛炸糖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蛮正宗的 而且因为这个是蔓越莓味的嘛 所以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这个是什么 刮叶毛 还是刮眉毛 哦 这个是刮眉毛的 据说非常好用 因为我看网评特别好 就买了这个刮眉刀 Kate的一个眼影 这样子吃了以后给大家出一个试色 这个是他们家那个三色眉粉 我真的从来没有用过 大家肯定要嘲笑死我了吧 这些彩妆产品我想用理后再跟大家说感受 接下来这个是三只松鼠的这个首波核桃 我记得50 facts about me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伴跟我留言说 他跟他男朋友都特别喜欢看我的视频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长得特别像松鼠的一个博主 然后我看了他的评论以后 我就有仔细的观察一下我自己 好像真的还有点像 而且我又很想试吃这个 所以我这次就买了这个三只核桃 现在只有这个山核 首波山核桃在卖 剩下的都已经全部都就是全部都卖光了 我尝一下可以吗 像深夜放毒的感觉 啊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 你看里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 我现在戴上眼镜 比较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像不像 真的好像啊 只吃一个 是那种奶油味儿 然后他这个是一小个一小个的在里面 好吃 还是国内做的这些就是零嘴 最好吃 还有一张这个面膜 我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 他们家面膜特别特别好用 在网上看 就是只剩这个美白的了 其实我想买的是保湿的 但是已经买完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也是一碗头跟大家说 还是一个面膜 现亮的也是保湿的 他这个还挺便宜的吧 就好像总共是五个 是十来刀二十刀的样子 具体价钱我忘记了 等会儿就用一个 然后呢还有一个 排名第一还是前几的一个拉面 我觉得他的包装实在是 太有人了 感觉非常好吃的样子 接下来又是一堆 包的真的太严实了 这个我是看网评还不错 发妆水它是免冲洗的 对头发有一定的就是造型的定型作用吧 这个是一个沐浴露 我还挺喜欢用日系的这些 就是沐浴露的 开架的又便宜 然后味道又很好闻 我想打开闻一下这个味怎么样 沐浴露我最介意的就是它这个味道 嗯 这个是花香味 超好闻的 我终于不用用我男朋友的那个 那个那个沐浴露了 它那个沐浴露就是典型的男生的那个 那个木香 我每天用完以后就感觉我像一个男人 过两天用完以后会跟大家讲到底好不好用 接下来是我的黑米粘巴 特别特别特别好吃 它是那种有点麻辣味的 大家都说黑米的比较有营养嘛 其实吃这种零食什么的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商家的一个噱头 但是我还是想吃 如果大家有看到过的话 一定去试吃一下 真的好吃 良心推荐 最后一个是一个发膜 这个发膜我之前有用过 是一种比较creamy的这种质地 它还蛮耐用的 保湿能力和柔顺能力相对来说还不错 如果你想让头发变得稍微柔软一点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来试一下这个发膜 价位来说也是比较适中的那种 好啦 这个是我在亚米的一个小小的开箱 他们家最近好像是因为有三月份 是他们的周年庆吧 所以网上有挺多活动的 我当时看就是买什么螺蛳粉啊什么的 好像都是八折 吃的呀 还有这种护肤品 还有这种彩妆品 他们家都卖的特别特别快 像这个三吃松鼠就最近补货了 我就赶紧就下单了 赶紧抢过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的第一次get ready with you guys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视频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的主题的话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然后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我上次说什么 大家请不要点赞 今天我使用的这些开箱产品 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特别好用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 就这个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为啥不用嘞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赶紧去卸个妆了 我就睡觉了 明天还要上班 拜拜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